要home的 所以將來這個名稱要對應到 那修改方式我有講過嘛 你就是這個表單 這邊的名稱一定要修改 否則的話會沒辦法啟動 那如果要正確可以啟動的話 那其實接下來就是直接怎麼樣 把這個關閉 把這個範例關閉之後的話 把它儲存好了 特別儲存要什麼 要存成那個什麼 這個有聚集的 也就是說表單跟聚集都存在這裡 所以如果你剛剛不小心存了這個 很抱歉永遠也開不起來了 因為表單跟聚集也都不見了 OK所以一定要存這一個 存這個之後的話 再把檔案放在 我是放在這個download區裡面 OK按儲存 好 那儲存之後的話 下一次再把它開起來 那這個時候呢 就不是開原來的這個檔案 原來檔案是這個 現在應該是這個 為什麼 因為他副檔名 改成有聚集的 所以他的圖示會多個什麼 有聚集的 好 所以 你開這個也是一樣 沒有啦 因為他沒有聚集 所以也不會有表單 那如果開這個 點兩下之後 那不過這邊要特別是要啟用 要啟用一下 一起動 表單就出來了 對不對 所以這地方的話呢 再把它關一下 預設的話 就是安全性這邊呢 要把它啟動 因為我們這邊好像會我們這邊環境會還原 所以每次設定你要重新再做一次 OK 直接啟動就 就起來了 那當然之前有同學有提過 就是說 如果今天希望怎麼樣呢 要 啟動的時候呢 不要讓使用者 看到以後的檔案 其實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表單放到最大 然後整個就遮住了 遮住其實等於就是主控權是在表單上面 這個地方的話請各位 試試看 我把這個重點再提示一下 第一個 在Visual Basic 裡面對不對 找到這個 List Workbook 點兩下 的 Workbook 這個 有Open的事件 然後把這個表單 開起來 記得存檔要存成有聚集的那一個 那這樣的話重新開起來 就會看到表單出來 你不需要再按按鈕 OK 畫面先幫你 跪一下 謝謝